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葛世强 他们分别是资深的排片人 还有三多影城老板 以及国宾影城行销总监兼电台主持人 那么在场同团的游客目睹落实杂人 生死这一瞬间的时候 真的是当场吓坏了 赶快徒手挖土救人 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说 刚刚不是大家还在聊天吗 怎么同伴就这样子走呢 而罹难的影城老板王雪红 他常常邀请弱势团体去看电影 同时葛世强他在业界也以财气纵横出名 所以让大家真的觉得非常的惋惜 好 另外我们还要来谈的是政治焦点的部分 柯文哲跟民进党的心结到底如何化解呢 好 太太陈佩琪跟小朋友说故事的时候 不是讲到雄赞功高震主被财狼虎豹批斗啊 结果呢这个事情就被人家批评说 简直把小孩子当政治工具 他今天回应了 他说心里面想什么就会看到什么 好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 不过独派现在也传出说 想要拱林长佐去选 这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而柯妈妈呢 现在不是跟这个名嘴扣扣姐 被她冠上慈禧这两个字吗 结果现在呢 柯妈妈呢 她可能也觉得很累了 对最近的风风雨 她就说卖个贡啊 希望能够平息纷争 但是有用吗 好 不过尽管柯P 现在跟民进党闹得不太愉快 可是国民党要选上台北市长 恐怕是很拼的啦 昨天呢台北市只选这个党部主委 发现说呢投票率竟然只有19% 是蓝营的支持者 已经信心都没有蓝的去投票了吗 好 至于国民党在新北市呢 可能就要靠侯友宜了 可是绿营的部分呢 今天也传出说 要让花妈批挂上阵的消息 好 说主要是 新系为了要拱固山头 想要拱花妈出来选 但其实呢 最近这一阵子 绿营等于是轮流点将 包括徐国勇 包括林淑芬都被点名了 甚至呢 台北市副市长陈景峻 他的脸书重新开张哦 所以看起来是不是有意 要跟柯P联手来个 双城联合大作战呢 好 另外我们还要来谈谈 两岸未来的关系 会不会越来越紧绷呢 因为后天马上要举行19大了 19大之后 中国对台的政策 可能会更加的强硬 拼命的对我们施压哦 而习大大习近平 他应该会政权一把装 甚至这个位置 会不会坐得更久呢 而中国统战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现在有一个海促会 他们透过了 买卖农产品的方式 搞统战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 我们稍后要一起来谈谈 一起来了解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呢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 王瑞德 瑞德哥好 千平好 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 陈廷飞委员好 千平好 大家好 新新闻副社长 陈东豪 邓豪哥好 董豪 另外是前立委 罗叔雷委员好 千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 石千惠 千惠好 大家好 另外是社会观察家 朱学恒 学恩好 各位大家好 好 稍后呢 台市大证人所教授 范世平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先来看看 有关于台湾旅行团 到了宜昌 去玩的时候 遇到了土石崩落 造成了三死两伤 当时的惊悚情况 现在领队也还原给大家听 我们带来了解 滚滚泥流 清洗而下 湖北宜昌遭逢 年日暴雨 意外灾情频传 不料来自台湾的旅行团 也不幸遇上死结 混沌异乡 台湾团一行45人 步行参观三峡人家风景驱逝 近10块780公分长的巨石 突然从天而降 前一刻还有说有笑的 团员们立刻惊呼奔逃 不料还是有人不幸 被压在大石下 尽管下坏了 其他人拼命用手挖 想把人救出来 怎么也想不到 期待已久的长江行 竟成了死亡之旅 事实上 过去这里只要遇到大量降雨 就有落石摊坊 今年6月就有游览车 遭落石砸中 驾驶当场身亡 打开哪一块石头 有一点多种 砸到它的胸内部 把它的捉弊 捉弊这块油 全部摊掉 我都全部摔了 不止湖北地区 重庆凤节 也因连日豪雨 爆发土石流 部分道路中断 只能提醒旅客 天有不测风云 出发前 务必再三小心 下新闻中的 这其中的一名零难者 是三多影城的董作 王雪红 亲友说 他这个人 非常的热心公益 每半年都会招待 弱势家庭 到影城免费看电影 在家里面 对父母亲 也非常的孝顺 甚至还一度要为 罹患肝病的 堂哥 捐肝 我们也带来了解 各位好 跨年夜开直播 向大家祝贺 影城女董作 王雪红 跟宏达店董事长 壮明 事业一样都很成功 年纪五十多岁 曾经创立 刘章之公司 之后接掌三多影城 还是过去 高雄三大家族 王家成员 没想到却在大陆旅游 不幸罹难 在大陆三峡旅游 打卡和团圆合照 第一天从机场出发 写下愉快旅程开始 在饭店拍下了床边照 第二天来到了武汉 没想到这些旅游的记录 却成了最后身影 差不多每天都有 我现在心起来 员工说 王雪红身为 影城二代女董作 工作认真 几乎天天都会来公司 处理公事 对员工也很好 个性爽朗 月薪公益的他 和几位在地女企业家 组成了爱心会 不但资助弱势家庭 免费看电影 还经常用无名氏的名义 搬运物资 给需要的家庭 他半年都会请 弱势团体 去电影城 去免费看电影 我第二天 我心里有点难过 真的 一样大家曾经有过 对不对 他人也不错 王雪红在地方政界 也颇受欢迎 尤其和堂哥 王世雄兄妹情深 王世雄曾经罹患肝病 王雪红甚至就医 做捐肝配对 后来因为组织抗员不服 才没有捐成 四个月前才伤心送走爸爸 父亲过世之后 孝顺的王雪红 成了母亲最大支柱 没有想到一场旅游 天人永隔 让家人和好友满事不舍 三连新闻 最后报道 好 虽然人家说 天有不测风云 这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样的事情 台湾团去游三峡 就遇到落实 三死两伤 好 那么这三名 一起合照的 三个人刚好都罹难 那么这当中有 影城老板 有电台的名人 好 这消息传出来之后 真的是让人 非常之震惊 好 瑞德哥 对 没错 台湾电影 这个等于说 戏剧工会 他们到三峡去玩 那么三峡通常就是 坐着游轮 然后看你要是 逆流而上 还是顺流而下 然后到每一站 就停下来 上岸去玩 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那会发生这样的一个 落实砸死人的 一个意外呢 事实上跟他 连续在十月初开始 湖北不断地大雨 有关系 那这个也是现在 包括交通部观光局 他要清查的一个重点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那一天 昨天早上九点多的时候 那他们一样靠岸了以后呢 打算到这个三峡 湖北宜昌的这个三峡人家 三峡人家风景区 就是这个地方很漂亮 它那叫人家风景区 那很漂亮 然后呢 上去了以后 因为要遮风避雨嘛 所以上面会有那个 木头的那种建筑回廊等等 那么领队说他走在前面 跟人群走在前面 后面叮哩巴当的 就开始石头掉下来了 然后赶快跑回来的时候 要看看有没有他的团员 结果没想到 他看到有个团员被砸中 他把石头拨开拉出来 也就是受伤的那一位 可是呢 再往前看的话呢 更大的石头 几百公斤重以上的那个石头 一下面压着 可以看到脸 可问题是你躺一步开 要三四个人以上 才有办法抬开 所以后来他们赶快 叫后面的人 还有包括什么所谓的 保安员等等 来把人 想办法把石头搬开以后 很可惜的人已经 这个往生了 罹难者 也总共有三个人 罹难两个人受伤等等 那么现在这个石头 是我们看到 这个当时在现场 所残留下面来的石头 真正的大石头 已经移开了就对了 可你也知道 这些石头事实上 都可以砸破 游览车的车顶 更何况是一般人的血肉之躯 那么去旅游会有危险 这个地方很漂亮 这个地方是5A的风景区 所谓A是 那么从EA到5A 分别就是这个地方的 漂亮程度 安全系数等等 5A照理来讲 跟故宫跟万里长城 是同等级算是很好的 可是中国大陆 它有个问题就是 越漂亮的地方 其实越危险 因为它可能越原始 然后呢 这次为什么说 要调查的原因是因为 昨天旅行社出来 开这个相关的记者会的时候 他说啊 因为有人质疑 就在同样的一个 这个地点的附近呢 事实上在12号的时候呢 才连续发生了 两次的包括三崩 那个等于土石崩落 玉石砸落的事情啊 其中那一天的第二次 砸下来的时候 整个马路几乎 全部被这些土石 全部给掩埋掉 那为了好大的工夫 还这个怎么把它弄通啊 那么湖北事实上呢 10月初下雨到现在 280万人左右 已经是灾民了 然后呢 不断在疏散 有些地方 这个宜昌附近的 其有一些风景 峡谷风景也已经封闭了 然后更不要忘记 其实在7月的时候 湖北的下面 湖南 那个水患更可怕 造成了56个人死亡 然后这个受灾户 总共有1200多万啊 就这个附近 从这个7月8月 一直到现在10月 一直在下雨 一直不断在下雨的 这个结果呢 因为附近都是山嘛 旁边是河 是长江 然后旁边就是山 那么我们的旅行社的说法 是说 这个地方又没有 拉封锁线嘛 不是红色警戒嘛 那么他们好像说 这个领队 他们的讲法是 领队有通知 有告知这个旅客 但是不知道旅客 是不是坚持要去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 是有问题的 因为如果是有危险的话 不是说 我领队导游有跟旅客讲 你们旅客决定要不要去 那就要把责任 全部往旅客时常一推啦 那你们要自己决定 这个地方 因为是有风险的嘛 那么是 如果他之前毫无预警 因为那一天 昨天早上的时候 听说无风无雨 可问题是之前 刚好有发生这些事情了 那你就必须要让旅客 知道有这个风险的可能性 好 也就是说 当天可能是无风无雨 但问题就是呢 从七月到十月以来 湖南湖北这些地方 都有发生这种天灾的状况 所以是不是要格外的小心呢 那么这一次呢 三名死者 他们其实都是 在这个电影圈 可以说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这个消息 也是震惊了大家 好 来 大家得到这个讯息 真的是非常的不舍 因为这三位 真的都是我们影剧圈里面 电影圈里面 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说真的 他们都付出非常的多 而且都是很重要的 在电影圈的一个经营者 那其实我们都觉得说 在整个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说真的要去中国旅游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表示它从过去到现在 中国旅游的安全性 并没有完全提升 我记得其实我很早很早 一次啊 应该已经是这个 哇 三十年 应该是二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啊 对 二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毕业 高中毕业 然后高中毕业 我去的是 跟人家一起去旅游 跟妈妈一起去旅游 就是千岛湖 我去千岛湖玩之后 没有多久 就发生千岛湖事件 我那时候其实 我都觉得我真的很幸运 当我回来的时候 还没有发生千岛湖 我都觉得我们怎么可能 在这么急剧危险的地方 居然旅游了十天 你上船之后 完全就是被他 去哪里 然后他都带我们去哪里 然后都进去到深山里面 完全都没有警戒 而且也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说 从这段时间 很多的民众去中国旅游 其实因为这个事件发生 很多人开始在讨论 其实我们去的时代 也是都这样 都没有跟我们说 哪里灰影 哪里不能去 就是跟我们搬去 跟我们放一片 如果好文就安全回来 如果派文就糟糕了 所以二十几年来 都是这样子 就二十几年 包括现在 然后现在这个事件发生 其实我们知道说 你今天一定有警戒 你会 这个山会崩塌 一定不是没有预警 你一定是天气的因素 或是有地震 然后我们知道 没有地震 所以它不是临时发生的 一定是下雨下了很久 那下雨下了很久 你一定知道说 到底他到哪一个警戒线 为什么没有去做提醒 如果他现在说 有挖导游 有跟旅客说 然后旅客自己决定 这个都不负责任的说法 今天你要决定 可跟不可 能去跟不能去 是你有一个 所谓的旅行的一个警戒 跟标示 什么灯是可以去 什么灯是不能去 难道中国没有这样的记录吗 像台湾就有 它就会提醒你 那边你就完全都不能去 那去的话 你根本你旅行社 就要整个负责 所以几乎没有人敢 因为你要旅行社负责的话 根本没有人敢去承担这个风险 所以我们认为这整个世界 可以看得出中国的旅游 其实是充满了很多的危机跟危险 所以我们希望说 真的我们台湾的民众要去中国旅游 真的要停看 要仔细选择我们的旅游行程 中国旅游其实有很多的景点 它因为可能比较原始一点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的危险性的 可是我们这边的旅行团 一定要替我们旅客们想到 好那这一次旅行团是不是难辞其咎 因为中国在十月初 其实不断的有警讯出来了 好那东豪哥你怎么看 为什么现在旅行团 他们当时还是可以去那个地方 因为以前已经交了都已经出团 它不会停下来 我先不要讲这一次 我举两三年前有一个例子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发生在福建九龙江 那个九龙江那个世界里面呢 他们是去看那个世界遗迹的那个土楼 那因为下雨摊坊 所以我们换到另外一个土楼 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呢 他们搭了巴士打滑 一车人就下去了 下去如果没有记错 可能就不要五位还七位 那个就旅游团的人就罹难 他们那些团好像19个 那你说旅行社怎么负责任呢 赔钱啊 就赔钱了事啊 这个事情你就回过来看 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地方非常大 它的气候各方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比如说你如果在都会区的状况 可能到了这种山区 到了江边 这种地方完全不一样 那主办的旅游社里如果能够在当场有一个判断 你知道那个地方安不安全 或者前一段时间 比如说像这次的事件 它之前下大雨有土石流 我刚才讲到的福建的也是土石流 也是下大雨 在这种状况之下 旅游社对自己的团圆 这个你就要多费一点心 不要赌运气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我讲同样在福建 几年前也是一样 也是土石流 也是土石流 那中国方面它会怎么处理 它当然第一个就是台办的人会出来 然后它旅游局的人会出来 然后海鞋的人员肯定都会出来 出来之后呢 它就尽量把事情安抚好 基本上医疗这些 你大概他们都会做 可是回国还是讲一句话 就是说这种事情 你大概每隔几年 有的时候是一两年 有的时候是两三年 你就会听到一次 所以因为大陆的状况 它的气候变化 各种地貌的影响 所以你不可能要求中国大陆提 所以你只能拜托台湾的旅行社 因为你是主办方 在中国大陆那边 你有你的配合单位 尽量了解当地的状况 气候 尤其大陆 它有一些道路 可能不一定是那么理想的 越是山区 越是这样的地方 它的道路可能不是那么理想 像这次才是徒步区发生的 所以你必须要更谨慎 那否则的话 这个事情就是罚钱了事 然后对家属人讲 就赔钱了事 他的民事责任就结束了 人命无价 赔钱了事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 在大陆有很多地方 真的是很危险的 那我们自己尤其刚才讲到旅行社 虽然说当天无风无雨 可是你是不是要想到 前几天的时候是有土石流的 是很危险的 是不是这一点一定要把旅客的安全 放在第一放在心上 所以像这样类似的事情 其实以前委员也常常去大陆那边 对啦 其实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到大陆去旅游 因为好像有很深的感情 那你就尤其这次出事的地点 就长江三峡 那我们知道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 他说两岸延伸铁肤柱 青州雨过万重山 你看多迷人 所以大家很喜欢去旅游 可是景色虽然非常美 可是它的风险也很大 它真的是 因为我去过嘛 那个整个都是 山壁山区 那动不动的话 你下大雨的话 都土石流就下来了 那事实上 我们根据我们的那个 旅行业的管理规则里面 有规定说 你旅行社要注意团圆 在当地的那个 还有旅途中的一个安全 或者开划 对 不过那个划者太轻了 所以那个是划多少钱 五万块而已 我们本来那时候有在立划业的时候 想把它修完 最少也要划个五十万 可是还是太少了 那个人命无价 其实那个划都不重要 尤其是这一次 其实在上个月 在这个月的十二号 就也跟三个礼拜四的时候 那个说大陆的那些新闻台 都已经发出一个警讯出来说 他们那个宜昌寺 那个有 因为下大雨嘛 所以它山有一位的现象嘛 而且已经 已经发生了两次的 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落实出来了 那为什么 我们的观光局 还有这一家旅行社 没有提出一个警讯嘛 实际上有一次 我差不多二十年前 我是九代沟的时候 那时候九代沟的机场 还没有盖好 那还是要开车 要从成都 开车差不多要开 那个十几个小时 才能到九代沟 那沿途 沿途都是那种 那种那个山壁 可是那那个山壁 不是岩石的山壁 是泥土的那种山壁 经常只要下雨的话 就落水掉下来 那边沟 那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刚好碰到边沟 那边沟我们停在那个地方 停在就是那个起点的时候 那可是一等也等了五六个小时 那五六个小时 可是那个旅行社嘛 他就一直说 下个今天要走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怎么走的 我们那时候前团 三十几个人是 大家就是 他就是那游览车啊 游览车沿着山壁走 那我们是 游览车是空车哦 我们是沿着那个靠着 那个游览车 这样慢慢慢慢慢慢 好像他逃难一样 逃出来 那你这么危险的地方 那又是国人喜欢去 那个旅游的一个热点 一个热门景点 那我们的观光局 应该要随时提出 一个警告出来嘛 尤其是这一次的宜昌市 在今年里面 已经发生两次嘛 你在九月份的时候 就有一个吊条翻臂嘛 造成数个人 对啊 都是在九月份 甚至于七月份 那个大巴 被那个巨石 就很大的石头压下来 所以他这个地方 已经发生很多次了 包括2015年四月 也是都是 都是那个孤石落下来 也就是说发生土石流 那么发生这么多次 那更严重就是说 刚刚提到嘛 你上个礼拜四 也就10月12号 人家当地的新闻台 已经播出说 那个10月12号当天 有两次的那个山移动 非常危险 要赶快叫大家 大家那个赶快那个不要去 因为它已经造成交通中断了 那为什么 我们的观光局 我们的政府 包括那个旅行社 它一点警惕都没有嘛 那刚提到说 有时候旅行社发出警惕 那旅行社 那旅行社还是愿意啊 比如我最近 我刚从加拿大回来嘛 那我们去加拿大的一个地方 有个湖 说是要做独木舟 那实际上我们到的时候 就看到一对情侣 都已经掉下水里面了 所以 而且那个水 那个因为很冷啊 对 很冷啊 那个气很冷 你掉下去 你纵使说你不死的话 你妈动都动都动死 那当然很多很多很多 那个理科就说 我不去了 可是还是有人 直接说我一定要去啊 你就想试试看音器啊 你还是要去啊 那这个时候旅行社怎么办呢 是不要叫他们写妾结书呢 因为其实当时导游有说 这样很危险 因为没有救生员 其实我们看到那两个 请你掉到水里面去的时候 没有救生员去救他们 是那个卖票的售票员啊 卖票的人接救生员 卖票的售票员 看到人家掉下去 而且幸亏他掉落的地点是 他刚划船划出去没多久 这比较前的地方旁边而已 对啊 万一他划到湖中央的时候 那谁救他 来不及了 所以有时候理科真的讲了 理由就是要怎么 要安全嘛 安全第一 要圆满最重要 安全第一 一定要圆满平安回来最重要 好那至于这个发生事情的 这个三峡人家风景区 它到底什么样的风景区 还有这几位罹难者 他们的背景 我们等一下要来看 我们先看一个最新的消息 是我们的记者呢 重返三峡这个发生意外的致命景区 目前最新状况如何 我们先连线特派记者 薛文豪 文豪 是什么 台湾旅行团发生三死两伤的意外 也就是在宜昌的三峡人家 那我们现在也就来到了这个三峡人家的附近 但是其实我们距离这个景区 大约还有五公里的路程 我们看到其实在昨天发生这个落实意外之后 在景区的外面 在五公里外 就已经挂上了这个三峡人家景区发生地质灾害 景区关闭这样子的看板 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进入的 当然景区也是无限期的封闭 必须要等到落实确定不会再发生 才会再度的开放 那当然当地人也透露 其实最近这个雨下的非常的频繁 一个月大约就有二十几天都在下雨的情况 我们听一下稍早当地人的说法 住在三峡人家附近的人 他们是透露说 其他住在这边非常久了 而且还是头一遭 看到这个景区有封闭的情况 那据我们了解呢 其实三峡人家这个落实的情况呢 其实在过去也有发生过 但是这是第一次景区关闭的情况 那以上呢 目前掌握的最新状况 再把时间交还给台北棚内 好的 谢谢文豪 我们看到景区 这个发生意外地点 它的外围呢 整个现在是封闭的 好 那我接着就要请教一下千惠 发生地这个三峡人家风景区 大家说这个地方 这个环境非常非常的漂亮 吸引了很多的观光客 甚至刚刚瑞德哥也讲说 这是跟北京故宫同等级5A风景区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景区 对 没错 它这个风景区是相当有名 刚刚可以 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那个风景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漂亮 对 很优美 对 可以很优美 然后呢 其实他们这一次的台湾团呢 他们其实这一次要去参加这个地方 他们其实在移昌这个地方 然后它其实是属于西陵峡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一个人家景区 是属于西陵峡的部分 那他们呢 这一次这个团呢 就是要做这个所谓的一个 黄金六号的这个邮轮呢 就一路这样子 下去观光 对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为什么我说它非常的有名呢 因为光是去年呢 它到这个地方参观的人呢 就有将近到六万六千人 有这么多的人次到这个地方来参观 而且它沿路的风景非常的美 你可以看到那个 除了那个大坝之外 你可以看到那个陡峭的山壁啊 什么之类 而且它有非常非常多 沿路有非常非常多的风土民情 还有些民胜古迹 比如说什么黄鹤楼啊 武汉大学都在这个地方 那甚至呢 在沿途当中 你可以看到那种 所谓的少数民族的那种婚礼 有没有 你可以下来 可以参观他们那个典礼的举行 所以常常就吸引非常非常多的人 到这个地方来参观 那这个地方主要呢 就是因为这次出事的地方 是他们是人家警区 他们是用走路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个落石嘛 那他们有很长的一个行程呢 是要坐这个游轮的 对那这一次的台湾团呢 他们坐的就是一个 黄金六号的游轮 那这个是在一般的 那个旅游行程当中呢 它是比较属于那种高档的 比较高档的 因为他们这一次 就是这个地方的那个行程 他们主要是分为 上水跟下水的一个行程 那一般呢 就是他们会走两种啊 那这一次呢 他们走的是那个 顺江而下这样的行程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行程呢 它的那个团费比较贵 而且呢 他们在走的时候呢 遇到这个景区的时候 他们是白天的行程 白天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 沿路的一个风景 那另外一个行程呢 可能就是比较便宜的那种 然后呢 你到的时候 可能都是已经傍晚了 有没有 你暗默默的 其实你就是看不到 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这次团 参加的这个团的那个行程呢 第一个团费又比较贵了 然后呢 又是自费的 对 所以就是变成是说 那个 提侦是相当的吸引人 不过这次就是比较可惜 是说 他们参加 就是遇到 途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意外 那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如果说这一次啊 就是前几 上个月 或说这一段时间 因为六到十月 是这个地区的那个 下雨下最多的时候 所以常常都会有发生一些落石 或是土石流 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台湾旅行是要带 台湾的国人过去的时候 其实应该要注意 第一个 要注意当地的一个天后 然后再来是说 当地的那些风景区 是不是有些市井 这样的一个警示的一个作用 必须要多加注意 才比较有安全上面的一个保障 好 所以我们再一次 也强调说安全第一 不管这个风景 多么的秀励 多么的好玩 都是如此 好 那我们也看到 真的是发生事情 信与不信一瞬之间 好 当时呢 这个落石掉下来 大概有十顿 那么重的一个大落石 那当时掉下来之后 大家吓坏了 然后就分两边 前后分开跑 惊呼声频传 结果后来发现呢 就有自己的这个 跟自己刚刚还在聊天的团圆 这时候已经被压在石头下面了 所以大家就徒手 去挖土救人 好 所以呢 很多人就说 真的是很无常啊 那我要请教一下 这个学恒 因为呢 这罹难的三个人 他们可以说都是电影界的名人 而且他们都说 他们三个人对电影界的贡献 真的是非常多的 你今天可能会看到 脸书上非常多电影圈的人 不管是导演 或者是电影公司的行销计划 都在追念这几个人 原因是 在业界他们很有名 那在业外 我们或多或少 享受过他们的成果 只是我们不知道 那所以我们先讲这个 现在是国民女城的这个行销单位的负责人的葛世强 他以前其实在福斯公司工作过 就台湾的这个美商福斯公司 当年其实我们都看过 记不记得基努里维第一次红的那部片 是跟当时还完全不红的一个菜鸟 叫三卓布拉克 对对对 汉卫战警 对 那个在公车上被人家装了炸弹 然后你速度不能降低到65米 那那个时候 当他们拿到这个片子的时候 发现两个人都不是很知名的人 那你的电影名称就变得很重要 那时候葛世强看到电影名称 台湾可能都记得它叫汉卫战警 实际上它的英文名称叫Speed 那Speed概念就是最后最关键的地方是 你限速不能低于某个速度 否则会爆炸 对 可是你怎么让观众想到说 Speed不是速度或是超速呢 所以当时葛世强就想到说 好 那我们就把基努里维这个角色 拉出来变成一个很厉害的警察 所以整个片名就叫汉卫战警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为当时基努里维真的不红 所以连他名字Keanu Reeves 你念英文就会发现跟中文的翻译 为什么有一段差距 你把每一个字都念出来 叫做基努里维 李维斯 对 这个名字也是葛世强翻的 他觉得你今天要让这个人有名 他是一个帅哥 那你要让他的名字短 朗朗上后 然后又让人家可以念 所以连我们看到 汉卫战警之所以叫汉卫战警 然后基努里维之所以叫基努里维 都是葛世强在背后运作 所以他后来到了国兵影城 其实他前几天都还在看电影的内容 做影评 然后给导演建议 甚至他到三峡区还有相关的留言的时候 对于电影圈来讲 葛世强真的在这个影业工作了超过25年以上 所以很多电影圈的人非常怀念他 那你如果在宜兰或者是东部的一些县市的话 搞不好李志强曾经帮助过你 因为他的责任很特别 他是排片人 排片人我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可是大部分的国际影业 第一线上电影的时候 是以台北为主 那你不是在台北的时候 你要跟台北上一样的首轮电影 所有的影院就要透过他跟台北这边瞧 所以李志强也是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就算不认识他们 你看的电影很有可能受过他们的影响 好 那在这个三峡大坝 现在有很多的传说出来 有人就说这个地方 在当时建大坝的时候 大家就说这可能会断我们这个 断到这个中国的龙脉 甚至还说有一些灵异事件都出现了 对 没错 因为很简单 那么长江其实比起黄河来 长江就是一条比较好的 比较优质的这个河流 那长江这样演完这样过来了以后 一直到上海出海口 那么一直被视为所谓的龙脉 就是你把那个中国的地图 老母鸡的地图看一下 那条长江就像一条龙脉一样 那你想想看 你在龙脉 你在龙脉的中间给他弄一个坝 把它组断了以后 那龙脉不是风水就断了 如果就用风水来讲了 那么除此之外 其实在做这个三峡大坝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花了大概台币四千多亿来盖这个 那么盖了以后有很多的传说故事 那么事实上除了这个 我们常听到很多的传案之外 你看东方之星在长江翻了以后 四百多个人溺斃 那除此之外 有很多的货轮也在这个地方溺斃 那么还有就是说 它中间经过 现在很多的这个游轮的旅客 也会经过一个地方 鬼城叫丰都 那么鬼城丰都 因为当时本来要把整个鬼城丰都 全部都淹没 那么包括本来的这个城 现在后来都把它往上面盖的 你现在去玩的这个 等于说丰都鬼城 事实上并不是在原来的地方 原来的地方已经沉进去 这个等于说 那个大坝的下面里面去了 那么当时听说还有沿罗王 还有判官去威胁这些工作人员 如果你把我沉下去的话 我就要你的命 你知道吗 然后而且要你全家的命 那还得了 因为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传说故事 还有甚至于在说 在盖的时候 有听到那个丰都附近 他们在盖到附近的时候 有听到咚咚咚咚咚咚 那种像铁链拉的那个声音 所以你现在到丰都去看 你可以我们那个谈 我们那个告别室的时候 有表演的那个 金桥金桥奶和桥孟柏汤 现在都有 在丰都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会去玩 还有鬼门关 还有天子殿 不过天子殿指的是严罗王 不是这个玉皇大帝 那甚至成为一个风景 成为一个风景名声 但是 其实姑且不论这些 所谓灵异故事真假 从盖了这个三峡大坝以后 发生了很多事情 四川汶川大地震 从来没有那么大的地震 然后今年8月8号的时候 久再高规模期的地震 你看 从来没有一连串的地震 不断地发生 因为你把很多的这个混凝土 盖在这个地方以后 增加了它的压力 还有你盖了大坝了以后 水压也造成这个地方过 水质坏掉了以后 连地质都变化了 然后地震也增加了 好 我们稍后回来 还要来看到 有关于这个柯文哲的部分 台北市长这个选战的部分 现在独派因为不满 柯文哲说打算要拱 林长佐出来选 好 可能性有多高呢 另外呢 陈佩奇今天也面对 这个媒体 有关于之前不是讲 熊散的故事被人家批评吗 他说大家想什么 就会看到什么了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 好 回到前期新台湾 我们要来看看柯文哲 他之前这个两岸一家亲的言论 引爆了绿营的不满 那么现在呢 民进党跟柯文哲的关系 感觉上比较暧昧 不排除说要推自己人 那独派也打算要推 谁呢 时代力量立委 林长佐 要他挑战柯文哲 我们带来看看 举起右手 嘿 手回来 嘿 来位手 跟着教练一起暖身做运动 台北市长柯文哲 连日雨天却没闲着 起个大早参加政大践行活动 一路攻顶指南攻参拜 抽奖大手笔 跟民众玩得开心 不过柯文哲惊讶的是 听到台北市吉祥物雄赞 网路票选 竟然输给台中市的石虎 柯文哲简直不敢置信 哇雄赞这个 这个不是最红的吗 怎么会这样 好 奇怪 他已经超级吉祥物了 还在输掉 天哪 惊讶大夫要赶紧拉票 不过柯文哲更头痛的 是台北市长连任之路 民进党内挑战声望不断 还有一些时间 可能没有这么早 就要去整理这些事情 不过大家还是需要冷静一下 就是因为绿营至今没桥定 柯文哲只能找机会修补官司 不仅庙方主灯都跟总统蔡英文 摆在一块登山建行 也要跟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黄成国同台 不过后头还有独派 找时代力量立委林昌佐 挑战柯文哲 他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 现在当然就是全力把国会的工作做好 那同时也把我们台北市的 时代力量的议员选举 能够好好的抛盘 独派现在要找林昌佐 来跟台北市的影响 不是差点关系吗 不会不会 来来来来 嘴巴说还好 但是绿营票源一旦分散 对柯文哲冲击不小 首都市长连任之路 柯文哲一刻都不敢大意 375黄新城 陈雅豪台北操道 好我们看看现在人民都出来了 独派打算要拱林昌佐 选台北市 好当然呢 这独派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料化 到底是说真的 还是说是先喊喊而已 要让这个柯P听的 那现在要与柯P跟绿营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产生什么样化学变化了 如果大家继续这样喊 一下子独派要推人 一下子时代力量要推人 然后民进党的基层也说 我们一定要自己推人 那我敢说 那柯文哲一定更是我忌惮 开始可能不会去想修补 任何跟绿营之间的感情 因为你们都要推人 表示你们就是没有办法去整合 你们自己绿东都没办法整合了 那怎么来跟白色力量去看 他听了不会害怕吗 他不会想说 你们真的不跟我合作了吗 这样子我应该态度要改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共同有推一个比较强的 而且他认为是对他有压力的 那才会逼着柯文哲市长说 可能可以放下身段来大家好好谈 那你也是传出来这个名字 对他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吗 其实压力大与不大 其实另外一个回事 重点是一下子传这一个 一下子传那一个 你并不是大家有整合说我要提哪一个 是一下子传这个 一下子传那一个 表示是不是爆派的 就被他看破手脚了 对啊 是爆派的 还是说大家你想推谁都可以 所以表示你没有整合 那没有整合 如果大家认为绿都已经分裂了 那今天我来跟一个绿分裂的谈 我要跟谁谈 是跟独派谈 还是跟时代力量谈 还是跟民进党谈 所以其实在整个氛围当中 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 其实蔡英文总统在当时接受专访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把这整个的定调 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有误解 大家来沟通 来做一个所谓的解释 所以他已经释出善意 那我相信 柯文哲市长在双十国庆 也有释出善意 可是不知道说为什么后续 还有发生说 可能我们的这个陈医师 因为谈雄战的故事 又讲了一些让人家有误解的话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重点是 不要再节外深知 而是说 怎么把所有大家认为 未来台北市怎么做比较好 这个比较重要 如果大家一下子提这个 一下子提那一个 我相信柯市长 绝对他的态度会更强硬 而且可能 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 而且我就是柯文哲 我就是白色力量 而且我一个人就可以独当一面 所以是不是一下子话 反而让柯文哲觉得说 你们根本就不是真的 你只是这样喊一喊而已 好那我要请教一下东豪哥 现在绿营跟柯P的关系是 还有修补的这个机会吗 现在独派连这个林场组的名字都出来了 分两个部分看 柯P跟民进党当然还有机会 因为其实你看柯P最近大概都没有在炮打民进党直接的 但是他的家人会受不了 所以才有陈萍奇那个讲 什么叫功高震 熊战为什么功高震 什么叫师大王 那什么叫财狼虎报 这个陈萍奇的话完全反映柯P他家人的这一段 所以家人替他打抱不平的意思 甘人说 柯P他爸爸妈妈也好 或者是他太太也好 觉得柯P最近被围毁 财狼虎报跑出来什么意思 就是在围毁柯P 那个柯P是谁 柯P就是熊战 好那这个局面 柯P也好 柯P他妈妈也好 其实他们都知道说必须要降稳 但是陈萍奇是比较 也是比较直的人 所以他就会直接发作出来 那这样子一个互动 当然是长期以来的一些不信任 这个目前来讲 对柯P来讲 或跟民进党 或者跟绿军来讲 最大问题来 没有互信基础 或者没有建立一个互信基础 那这个在独派里面会更明显 尤其是海外独派 从海外回来的 或者是这样子的背景的人 老一辈的 那这种状况之下 事实上一直希望能够推独立自己的候选人 对独派来讲 有些老一辈来讲 这个声音一直都没有停过 那这个问题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麻烦 就是老一辈来的年纪也比较大 所以要找 你要找谁 那像过去被点名很多人 那这是顶林昌佐 那林昌佐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就林昌佐如果出来的话 他是第几组候选人 国民党一定会有一组 对 国民党一定会有一组 柯P一定竞选连任 所以通常我们在讲的 三国演义的第三组候选人 指的是民进党 要不要推人 如果林昌佐要代表独派的话 他会变成第四组 对 又来了一个 就会变成第四组候选人 那林昌佐是立委 你当第四组候选人的目的是什么 是 你是要赢 还是要干嘛 比如说通常来讲 比较小的政党 推市长候选人的目的 是要母鸡带小鸡 那你要推候选人 如果民进党 除非民进党不提 那你可能还可以做整合 如果民进党也提 那个独派推迟在力量 然后柯P又坚持参选 马上恭喜国民党 马上恭喜国民党 国民党就躺着就会当选 躺着就当选了 那所以未来这个东西 要看怎么变化 那目前来讲 林昌佐要选吗 所以独派 只是代表一个声音而已 只是代表其中一个声音 我们稍微来还要来看到 是有关于陈佩奇 今天的最新回应 她说想什么就看到什么 她的意思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前新台湾新闻周刊的社长 他就说小鹰的人策动打科文哲 所以把整个国家搞到鸡飞狗跳 好真的假的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来 好 回到前进新台湾 我们看看陈佩奇 她上个礼拜跟科文哲同台的时候 就编了一个雄赞功高震主 被批斗的故事 就被人家批评说 把小孩子当成政治工具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批评 她今天也回应了 她是以苏东坡的小故事来回应 她说你心里想什么 看到的就是什么 带来看看 担任乳癌房之大使陈佩奇 乐当科文哲分身 上礼拜就在同一个地点 夫妻俩还合体宣传 但当时陈佩奇对小朋友说的 雄赞被批的故事 却惹出争议 IP把小孩当成政治工具 今天天气也很好 在天上的一朵白云飘过 你心里想什么 你看到的这个云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苏东坡犯火印蚕丝 都是一坨牛粪 人家活印蚕丝 看到苏东坡 都是一坨的婆婆 这言下之意 不就是反披 人本基金会 心里都是政治斗争 不像以往直求对决 陈佩奇这回换个方式 改用披育回忆 披育就很犀利 先生说我搞笑 我想了30秒钟 就这样了 他有问我说 你怎么这么搞笑 我说我就是 前面的两分半钟 是我的医疗的故事 是要跟家长讲的 那后面的30秒钟 就是我的一个搞笑的节奏 大概就是 花了三分钟来 想想看我的故事 就这样子而已 特曼这夫妻对外口径一致 胸赞功高震主剧情 只是单纯 陈佩奇的幽默而已 但信与不信 要当苏东坡 还是否应 陈佩奇此话一出 只怕争议话题 还会继续 陈佩奇今天回应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想太多了 你想什么的话 你就会看到什么 好 那么他就说呢 心中想什么 就会看到什么 这道理就跟苏东坡 看佛印禅师 都是一坨牛粪 然后呢 佛印禅师看到的苏东坡 却是一尊佛陀一样 他就用这个来做解释 那另外呢 也有人就说是 小英政府 现在是联合一群人 在策动打科文哲 好 我们看到这是 前这个新台湾新闻周刊的社长 老包詹锡奎 他就说 民进党要有一个大格局的人 老实讲 现在的总统小英实在不行 而且打科的都是 小英周边的人在策动 他觉得很没道理 把一个国家搞到 这个鸡飞狗跳的 而且他也说呢 他可以大胆讲 科幣还是会连任 但这个国家搞成这样 总统没有大家长的样子 实在很难看 他说一个打群架的国家 已经完全执政的 还派一些人去打一个首都市长 怎么不去想想 怎么样拿下新北市呢 这是自信心不足 好 我就请教一下 罗委员你怎么看 所以现在是 小英政府派一群人 在打一个首都市长吗 然后呢 这个陈沛姐觉得自己很冤枉 她说大家是看什么 你自己想到什么的 跟我无关 你们大家想太多了 那个科文哲 他敢这么嚣张 没有把民进党看在眼里 他是认为说 我把你民进党招待到这样子 你也不敢派一人帮他算 你还是要理让我 就吃定民进党 吃定民进党 对啊 他今天态度就很明显 就是这样子嘛 其实科文哲这个人 大家知道嘛 他那时候在跟姚文志 初选的时候 他说他是墨绿 后来先举的时候 他说他是白色力量 那现在变成什么呢 现在变成是完全没有理念 你爱什么颜色 我就给你什么颜色 就变变变 这已经没有自己的理念了 已经没有他的中心思想了嘛 那今天为什么独派说 我要派人出来选 其实独派讲过 我宁愿让给国民党 也不要让你科文哲当选 因为当初独派讨厌国民党 是认为说 国民党跟那个阿公走得很近 会不会卖台湾 会不会卖台 亲中卖台 可是你像他发现到说 科文哲比国民党还要怎样 还要亲中 还要 是不是会不会卖台 那你看看 国民党不敢讲两岸一家亲 国民党不敢讲说 船头盒船头草 可是你科文哲是讲出来了 为什么他敢讲 反正他讲错也没关系嘛 他每次讲错话都 他是雅思伯格正 他是那个 争取大家同情他 大家都会原谅他嘛 其实台湾人 尤其是台北市民 对他太宽厚了 所以他才可以这样子 肆无忌惮 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反正你民进党奈何不了我嘛 那个你独派只是骂骂而已嘛 根本根本 我就是将来还是我选嘛 那今天 就是说 你今天你陈佩奇 我是觉得说啦 真的啦 柯文哲他们这一家人 假如你是真的要帮助柯文哲的话 首先就是他们这一家人 赶快都闭嘴 他们都不要讲话 再来就叫柯文哲也不要讲话 你今天 真的蔡英文有叫人攻击他吗 所有的点都他自己 然后那个发出来 都引爆出来了嘛 所有的火都是他自己点的嘛 你今天 你所讲的这些话 都是你那个 莫名其妙 你说好 一边柯文哲说要降温 一边陈佩奇在讲雄战 功高震主 什么财狼虎报 围攻他 那我们是不是都是财狼虎报嘛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大家都是 好像鲨鱼在围攻他嘛 其实我都觉得是 真的是很奇怪的一家人 不过柯文哲 我们看到他还是一直在 拼命抢占这个媒体版面 就走自己的路啊 他这样做的话 是对年轻选票比较有用 但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你政绩呢 先从讲到他那个选票之前 我来先回应一下 那个罗伟 罗伟说那个 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滚不住他的嘴 那真的是他最大的一个灶门 因为现在所有的火 都是他引燃的嘛 而且今天最新的一个状况 是说他今天 其实柯文哲最大的问题 是在于权限问题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说 不管是从那个 双城论坛的国安的 那个密件开始 一直到远雄大巨大的问题 其实柯文哲在这过程当中 的说法其实是反反复复 甚至大家都不知道 搞不清楚说 哪一个说法 他到底是真的 因为之前在那个 大巨大的问题 都没有解决的时候 他之前曾经说 媒体上曝露出来的是说 他的那个最最友好的战友 蔡壁如是跟那个 远雄赵腾雄密会 就今天呢 他自己在议会直选的时候 他承认了 他说不是 是我去跟赵腾雄 跟远雄的人密会 而且过程当中呢 竟然是没有 没有录影音的 甚至也没有文件的一个记录 那这代表什么 所以整个大巨蛋的问题 是你柯文哲在跟远雄 底下私相授授吗 那原先你当初 大家要选你做那个 台北市长的时候 大家号称的白色力量的那个 你所谓的要 政治要公开透明 现在跑到哪里去了 最后变成是一个黑箱政治 那我再回过头来讲 陈佩琪这个事情好了 他从那个 用雄赞的历史 跟小朋友说故事 什么财狼虎报批斗他 然后今天还加码 把苏东坡跟佛英的故事 都拿出来 那个什么一堆牛粪都跑出来 那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骂谁 那这样的说法到底是 有助于解决 他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呢 还是彼此之间的裂痕 会越来越大 那我觉得从总统的迹象 都显示说 其实柯文哲 其实在这个事情的上面呢 已经有点慢慢的慌了 那包括说他的政绩 现在也越来 我觉得他现在的政绩呢 他基本上都已经不太顾了 好像只在于 媒体版面的一个炒作 像这个周末 他不是去办了什么 复古风啊 然后又去办了成雷啊 什么之类 好像就抢占了 所有这个周末的 假日的一个政治版面 可是他到底有没有 可以化为选票的实质效用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这一次的那个 雄赞好了 刚刚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新闻里面有讲 他觉得说 我们雄赞怎么会输台中的石虎 他觉得是一个不可能是 甚至是打个大问号 可是他有没有回过头来反省 想想说 为什么雄赞会输 因为我觉得这是反映 他一个过去很自以为是的一个心态 你知道台中去行销 他这个石虎的时候 是 其实当时石虎跟雄赞的票数 在拉锯的时候 台中市政府是 新闻局长是说 我加码发鸡牌来去拉票的 可是你回过头来看看柯文哲 到底有做什么 或者说你有没有在这过程当中 替雄赞来拉票 这才是一个最实质的一个问题 不过现在柯妈也说 都做卖共了啦 没有 我觉得讲明 包含了陈佩奇跟柯文哲 自己要想清楚 可笑跟好笑 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你觉得自己讲的东西很好笑 问题是旁人看起来很可笑 陈佩奇 你的专业是医师 你不要忽然间变成佛学大师 陈佩奇可能忘记了 佛印在这个故事里面 对苏东坡讲的就是两个字 叫做放屁 那请问你引述这个故事 意思是你讲的东西 觉得非常有禅礼吗 还是你隐含着别的影射 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之下 不管是柯文哲 不管是他妈 不管是他老婆 其实讲白了 你们要遵守自己的奋计 陈佩奇为什么有机会说三道四 是因为你小儿科很专业吗 是因为你出来之间 你治小儿科忽然之间 懂了苏东坡跟佛印之间的关系 所以可以出来评论吗 或者是你觉得你说故事 全台湾第一 所以你今天可以把时事编进去 我觉得都不是 坦白讲这是因为柯文哲 因为他人而取得的权利 你必须要审慎用之 而不要轻起战断 我觉得包含了柯妈 包含了陈佩奇 他们都太轻挑了 这事情你就认真回应就好了 那你意思说 所以我们看柯文哲是大便 原因就是我们心中都大便 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都是大便 那大家都这样子 那就没好好讲 我最后要特别补充一件 我觉得最厌恶的事情是 柯文哲私下私会赵腾雄 这事情太糟糕 太恶心的原因是因为 不是不能见赵腾雄 而是当你在选前 把所有人跟赵腾雄的碰面 打成私相授受 打成密室会谈 你打着公开透明的角度 站上权位之后 结果比他们还要坏 他说他只是骂赵腾雄一顿而已 你骂的故意 那告诉我骂什么 没有隐音记录 告诉我骂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私下骂比较过瘾 告诉我你去把他骂了一顿之后 对方怎么回应 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之下 柯文哲才是把我们当白痴 而我们其实不是白痴 你告诉我说 私底下骂人比较过瘾 我就听了吗 我觉得这个太夸张 如果你要尊重自己 请你尊重别人的智商 好 我们稍后来 除了台北市之外 我们还要看到是新北市 现在传说花妈要转战新北 这刚五抠零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 我们下期再见